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享用完最后一天的饭店早餐 大家一起出发上山 现在来到制作soba的地方 我们现在要一起进去体验制作自己的soba 有热情的阿伯们带着我们 从最初的荞麦粉开始搓起 揉面 擀面 最后小调皮的我再来个花式撒粉 专业的阿伯就是不一样 手起刀落 粗细均匀的荞麦面 我超强 你看喔 超漂亮 这个是师傅搓的 然后旁边这个是我切的 有够粗 没关系 我的口感特别好 最后我们已经做好了我们的soba 刚刚做好的soba已经煮好了 今天午餐就是它 下午我们回到饭店进行和果子制作体验 完成啦 要不是等一下要配酿茶做 在老师的教学下 自己要喝的茶自己刷 啊 啊 然后要做成像这样很多泡泡的样子 细细品尝完茶点后 活动进入尾声 等一下 最后一个活动是折纸游戏 活动结束啦 现在是水果下午茶时间 来买个长野苹果 这好像不错 回到饭店啦 OMG 你看这个长野苹果切开是有蜜的 快乐 快乐 然后再配上一瓶牛奶 刚刚从超市买回来的 根本就是人间享受 吃完苹果之后呢 我们骑着脚踏车 来到了荒郊野外的公平衣 Seven的功能其实不台湾的强大 除了领钱之外 我们常常用它的 一台Fushifilm的照片印字机 就印出我们在日本拍的照片 还有金钱价值 印好啦 总共35张 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然后这是什么东西 OK 千里迢迢 起了山路 上坡 终于 到了我们亲爱的UNIQLO 是shopping时间 购物完毕 绝对不可以带太久 我们从山上下来呢 我们就来到了一间烧肉的 塔北厚台 是吃到饱 什么都点 什么都叫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肉啊 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样 然后把你亲爱的 猪舌头 都进去 点了 这是牛肠 还点了牛肝 还没到 他们进来还有白酱 这是白酱 好沾 哦 超级好吃 哇塞 只有 日本烧肉做得到 OK 就这样 又结束快乐的一天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